今天來到我們一個同學 非文亮辦事司特的家 多謝你又來招呼 不要這樣說 明天你又來接大貓 沒問題的 如果有那個車蚊問題 大貓直接叫Uber 知道 快點正點 完全沒問題 這些是可以解決的 你過來有沒有超過半年 超過半年 應該正式來說 一年半 那麼久 差不多了 那時候我跟你談 我們這些小孩子讀書 要走 我還記得那時候 好像是10月10日 我們正式上飛機的時候 來到這裡看 你家屋買得便宜 都有這麼大 好處 好處 又有獨立厚市 香港真是大件事 香港買這些豪渣 看看 在西貢丁屋 都2000多 在石貢丁屋 在石貢丁屋 2000萬 坐底下 在元朗上水那些都1000多 即是2000尺 2000一尺 但丁屋 沒有這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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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幾乎 有這個吳 的地盤 很大型發展 我也留了一些物理 想去道誡 給同學住 你覺得這邊的生活環境和香港有什麼分別 最大不同的是什麼 安靜了 最大不同的話 你始終香港是一個比較繁雜的都市 我們過來英國 生活可以很簡單的 舒服的 有沒有挑戰性 這個會是其中一個因素 這個絕對是 太過正態 太過正態 但是如果當作香港這樣說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無視望周圍走 很多人都是 他逼你走 對 這裏反而我覺得正如剛才博士也說得對 要在一些靜態的環境裏面自己爭取一個活動的機會 相對來說我覺得反而如果是這樣想 還會比較舒服 這裏有兩個層次看的 如果真的退休的人過來過正態生活 就很難長命 小心這裏 我還敢 那你究竟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這是哲學上的問題 那些人 反而如果整個家人 有子女也有什麼 過來也會去忙 照顧學生 還有找些人 那些就沒有時間想這個問題 是 又要搞公留會 又要模樣小孩 又要娶老婆 又要去找那間大學 他每天都會看 很忙 不是找些孩子 而是找些孫去忙 他也是有動態 即是有一種要有責任而成 如果是這樣 聽博士的建議 我們過來 一定要和自己的生活 令到自己的生活比較多樣化 這個真的有另外一個設計 是 有另外一個設計 譬如這樣說 我們在香港很多時候環境所限 有很多的興趣可能是培養不了 有很多範疇的事情 可能真的沒有條件 可能譬如我們那裡來的 你們來到英國 我個人的意見 只是小小個人意見 如果你是有知識分子 講知識分子 你可以在英國有一個巴黎學會 在林鄭 但是在英國 我們知道有很多古印度的Yoga中心 有些做得挺好的 可以參與這些活動 你是可以把好的文化和那種工作幫忙推廣 如果真的不用吃 吃一把無憂米 自己推廣 另外自己又可以學習到另類的學問 在這裏面是否有很多人 在今時今日 世界上 對心靈和身體的兩個部份 是有經驗和有實際的行動去延遲的 就不離開一個印度的語教 但我講過印度Yoga不是普通的一種Yoga 它Yoga有很多層面 現在在世俗那種就是 只是注意身體多 就是Hata Yoga 它有很多身體的動作 但是那種Hata Yoga就是屬於心靈的 就是說我可以追求這件事 第二 第二 我又記得英國有很多 好的 善修的巴黎系的學會 它缺乏的一個應用 有很多事情 既然要好幾次 一件事 那一件事 那一件事 就是他們要說 要留心一些市場 做生事就不會有很多 要靠人 做生事就不會有很多 有很多事 做金又要請伙計 就已經有一個壓力了 我就可以自己研究一種 比如說我擅長是投資金的 做一種的不要搞太複雜 比我擅長是投資期貨的 就不是要炒 你炒那些給五個比針拉子 那些是危險的 比如說我知道大豆或一些產品收到消息 今年有些意思很準的 有些中間說不將它拭收 拭收 機會說 它不拭收的最多都是和 但是你講了說會拭收 你賺多賺少 就算不到的 但起碼你不懂得怎樣消息 它真的要用的 你看中國有一場地都要賣的 不賣就不行的 就是當作一種寄託的 就不是說打算去富幣發達的 但是有時候人很敗 比如說你過眼光自己買了一件東西 賺錢都是一種生靈活動的 你只不過在市場的觸託 不要讓自己的觸託停止了 比如說我有一百萬身家 我拿十萬出來玩的 是一種寄託來的 那個寄託是講你的眼光的 那你會開心的 你賺多三幾千元都是過癮的 就是那種是脆味來的 是的 那種是脆味來的 就是爭在輸贏 說想想發達 你玩十萬塊很難發達的 但你隨便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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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你會覺得開心的 就是講你自己賣重的眼光 無論你沽好或者賣弄 這個都是 你講一個遊戲去玩 你會開心的 是 因為你自己會留心世界的時事 政治 經濟形勢的走態 你這個人就沒有推翻 就是觸覺仍然是 是的 你保持販賣的 好了 但你又或者你賺到一些錢 你可以將那一部份放在一些需要的藥審社群機構幫幫助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生命結果 或者你支持一些好的文化組織 去推廣一些好的文化都可以 不一定是英國的一小時 特別現在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做的 其實有些華僑是一件事真的好做的 中國那本大百科全書出的 百科全書 真是很抵送的 有二百多個一套 你都見過了 見過 我們可以用百科全書 讀完大科全都認不完 那一套的 真假你讀完大科 你看裡面的知識都認不完 這套真是值得做特別的華僑 你可以去每個月儲一些錢 你一上網打開淘寶 有一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有一個一套 我訂了幾套 你給我送去哪些農村 那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的渠道是怎樣做 那就是上網 它有訂購 訂購 你說現在你同開 我給了錢給你了 你給我寄去哪些學校 你自己給我寄去農村的學校 他自己安排需要的 因為這個出版社都是一個好程度 他也很耐耐幫你做這個工作 我經常都有做的 我不錯 那我試一下 有些同學 他現在才來 我就叫他送 因為一生人很難做很多好事 你選一件去做 你有能力做到的 你將他送一套就行 送五套就行 你一年送五套就行 每個月送五套就行 我一天送五千套就更加行 一定有人受益過 我後期我離開了中國的扶貧工作之後 我集中精神 你都看我們做很多 我集中精神送這個兒童八波尋書 即是那個曼林村舒服之類 我停了之後 我全部送這個兒童八波尋書 是中國大八波尋書出版社的 他那套書詞得非常正確 因為你給我們未來一代的人 是學到正確知識 那麼有本書的 那這才會看 他就在學到的 最好的 我聽到的 他現在 發生了 如果他跟這個人都做 不理不清楚 他跟他有新的 他會聽到 你的動作 哪一會 都會知道 正確知識 它是片面而已 就搞到現在半殺龍 所以正確知識是非常珍貴的 是很難找到的 所以我們就集中一下精神 將這個工作 我希望很多同學 無論你移居哪裡都希望 這個一定要做這個 因為我們做未來工作 我們目前的政治 爭論 經濟 過去誰是誰非 但是自古語來什麼 關我們什麼事 未來語的問題 是嗎 你做現代的基礎 讓未來一代 有一個正確的知識的途徑 是可以學到的 不讓他們學到的東西 將來遇到問題 就不可以斷估 現在我們看到世界很多領導人 都是被誤導了 就算俄羅斯普京 他自己都說給他們的情報人誤導 又說給他們的軍事專家誤導 所以就隔斥了很多軍官 你一傾純 這些領導人 都是被誤導的 那世界這麼複雜 你為什麼看了這麼前面呢 是嗎 猜啊猜啊 他那些其實是否做得越久 就越容易被誤導呢 他們一坐上那些高櫃 沒有再學習 太忙了 真的太忙了 又要應酬 又要如果西方世界想 怎樣保住自己的位 又要看有沒有機會連任 又要對付政敵 又要跟自己捧場友拍肩頭 這個時間用 你都沒有時間再學習 現在世界經常變化 一定惡後 再加上你坐在高位 對面的發展 因為你自己都要去看 你自己不是要去看 你做一下 你自己做一個 一個兩個的問題 尤其他就有一個問題 那些問題 會否屬於自己 會要去看 我自己這一個問題 如果是說 你自己在那個問題 你不想要去看 你還是去看 那你怎麼看那個 把那個清零都變來變呢 又共產清零 又病態清零 又共存清零 搞來搞去就只有零 現在是經濟清零的 那這個就算是幾零 所以就要很警惕 將這些好的資訊通知同學 或者是一些疑所問的中國人 將一些政府知識也有機會交給中國人的客戶 就算你人不正什麼都好 始終都是中國民族 一份子的人 做得幾多不是幾多 無雙大客人 這樣就很慘了 送到蓮巴拳書 那你送到蓮巴拳書很計用 他真的很可以用一代一代人 是吧 很抵造的 你也是很久要做的 難得來探你 那些擺得很好 特別把《聖經》也掛得很好 他的理由為什麼呢 在我們Gutada的傳承的學問就說 智慧是供敬中求的 你重視他的時間ции它就有感應 我感應就是給你的觀察力 全世界最重要是人的輸贏 是一個社會的贏 還是輸贏?你很認真 入錯課、買錯課 或者時間不適合去入措施 是嗎? 普京這次就是感情用事 他在冬奧打次次都贏 他就是感情用事 我跟著冬奧民族 所以為什麼說為政者呢? 為什麼感情用事? 所以世界是警惕的 多謝能夠見到你聊聊天 多謝博士